从本周开始每周五红树林新闻要为观众朋友带来一集里长的专题 而今天要为观众朋友带来的适当水区民生里 这一块范围1.2平方公里说大不算大 但却包括了集中型社区以及山区住宅 从民生路一直延伸到山上的树莓坑 里长成里名媛在过去的几年不仅是发展长者的共餐 社区绿莓化还有最重要的是树莓的产业 这也让这块居住了7209人的土地变得更加的火药 社区成员大家一同在仙桃树下共餐 在狭小的巷弄中墙面画上色彩缤纷的彩绘 在溪流旁边有一条绿意盎然的环山步道 这些全部都是在淡水区民生里 而里长成里名媛更投入这些建设参与活动 让这一块居住7209人口的土地变得更加火药 我们民生里一开始的共餐是因为我们新北市政府 它在推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一开始也是跟长者讲 我们来共餐那一人一道餐 开始选的地点就是说刚好仙桃在成熟时 那就选择在仙桃树下做一个共餐点 新北市自从升格之后 市政府为了让长者能够到户外与人群接近 开始从各里各社区提倡长者共餐运动 而在各里里长的大力推广之下 共餐成了许多阿公阿嬷 每到中午最期待的事情 而在小巷子里头 这一棵仙桃树对于许多共餐居民来说 意义更是重大 那没想到效果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这个共餐 觉得一人一道菜吃得都非常的开心 可以吃到不同的菜肴 那又可以教它很多的朋友 那又可以学习到说 这道菜要如何的把它制作出来 变成一个很好的菜肴 那让家人也可以共享 在民生里的共餐更是丰富 里长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共餐不只是中午早上也有 那另外一个共餐点是 我们山上有一个地方 就是早上的共餐点 一些阿公阿嬷 或是说年纪比较大一点是50岁 他们都会去爬山 那爬山的时候回来 他们觉得说在这边休息一下 那经过我们跟他讨论 就是说我们跟他讲说 那早上可以在这边共餐 那觉得他们也觉得说蛮不错的 早上都没有吃饭 那大家先运动回来 然后在那边休息 然后在那边现场在那边煮菜 大家都会觉得说蛮开心 又可以大家可以在那边练义 来到民生里 从台二线进到了民生路 看到的是车水马龙 门庭落势的景象 但是一直往前走下去 进到蜿蜒的小山路 来到树莓坑17号附近 这里也是民生里 别以为建设只会在人多的市区 其实在树莓坑 更是足为地区的市外桃源 在我们树莓坑17号那里 是一开始那边的障乱点 那也是道路弯曲 那常常出车祸 那我经过我跟地主考认过 地主他也同意让我把它 施作一个口袋公园 把它绿化为公园 那由我们志工来认养 那地主他也很开心的说可以啊 那那个地方就之后就 没有车祸再发生 里长说这一段山路 看起来并不起眼 不过是山上树莓坑的居民 要到山下最快的道路 而这里原本是一处脏乱点 再加上这里的道路 非常的弯曲 经常会有车祸发生 经过在地居民李先生 与里长的共同协助之下 将这里打造成一处 绿意盎然的休戚小公园 再往上走可以看到 树莓坑溪的中上游 这里两旁长满了树莓 在里长提倡种植下 现在也成了里内的一项特色 我们树莓坑原本就有 以前就有种树莓 但是后来它没有价值 那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树莓种这些树莓没有用 我就把有些把它砍下来当柴勺啊 就完全都没有树莓 然后后来我是想到说 树莓坑应该是要有树莓 所以我们再把它复义回来 慢慢的三四年后 我们就有树莓就已经生产 那我们把它作为果汁果酱蜜件 做成一些产品 那变成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 那去年台风对我们的树莓 影响非常大 有些都已经被风吹走了 连根拔起 那慢慢的我们还是会把它复义回来 这个这么大 有有有有有有看到吗 有有有有 哇好大颗 漂亮喔 漂亮喔 对 这两天我一样 两天我一样 对啊 都会把 这放在那里就掉下去了 那我们树莓坑西 旁边也种了很多树莓 那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为了树莓 那我们也又做了一个竹林树莓坑步道 就是变成一个环山步道 让一些爱运动的或是说一些长者 可以走在这个环山步道 没有车辆的地方 没有污染的地方 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边 每天在那边悠闲地走动 从山上的树莓坑到山下的民生社区 从热闹的都会区到清幽的后花园 街坊祥园 咸桃树 酸甜滋味 藏树莓 这就是民生里的写照 也是让里长愿意为了这一块土地不停奔走的原因 创造出属于民生里的价值所在 记得是段义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